谢谢台湾今天的日报重点 在YouTube上面直播现在进行当中 拜托收看影片的朋友 帮我们把您看到的影片 分享留言按赞 记得订阅中广新闻网的YouTube频道 2019年的最后一天 谢谢大家对10分钟早报新闻的支持 那么今天在日报的头版当中 2019年的最后天可能重头戏就是反渗透法 几乎没有例外的头版头条都是这个消息 而在联合报今天的头版头条说 立法院今天是山羽欲来 蓝绿的甲级动员 反渗透法今天强度关山 自由时报说今天将上演的是表决大战 今天是立法院本会期的最后一天院会 在蔡总统下达一定要过这个指令之下 而在蓝绿都已经今天甲级动员 新当主席郁慕明也将率众到场外去抗议 绿色恐怖跟戒严复辟 警方已经在立法院外面 准备好巨马跟铁架 山羽欲来 反渗透法期到现在都还有非常多的争议 公布草案到今天只有短短的34天 内容被指为是威权在线 更被指引是严重的违反程序正义 所以有着高度的社会争议 深律 轻律学者也都公开反对 那么像深律的喜乐岛联盟 昨天有呛瞎说你民进党敢不敢改名叫做反中国渗透法 说你的罚金什么500万 1000万元 无关痛痒 这是打假球 选举造势 好 今天如果说这反渗透法真的是强度官山的话 现在国民党跟亲民党方面已经说一段三读的话 他们就要申请示线 好 一旦过了三读 要共同草拟 示线申请文 打算在总统公告之后 赶在这一届的国会结束之前就要提出来 好 今天看到说这反渗透法 中国时报跟旺报的头版当中都说 这两岸叫做禁止交流法 有学者就建议说干脆改名字 叫做两岸禁止交流法好了 因为学者担心说 以后过了之后 陆克 陆生归零 出口受创 民间的往来暂停 这让大陆对台湾也会绝望 还有所谓 大家担心说以后会不会被查水表 恶法到底谁说了算 法官说有罪就真的是有罪吗 好 今天大家也看到蓝绿会再战 不过现在在立法院当中 民进党方面有绝对的优势 属人头方面 他们看来今天一定是 强度关山的 不过今天联合报的那页就说 34天的快闪立法 这很严重的违反程序正义 大家还记得当初的福茂吗 太阳花事件的福茂呢 当初还有20场的宫廷会 而且前后长达半年 跟这次反渗透法的这么仓促呢 其实就做成了一个对比了 所以今天联合报就说 反渗透法是新瓶装 鱼匪唱鹤这样的旧酒 用细致的方式在打压一击 还有就是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国安相关的立法 有学者就认为说 有很多的规范在现行的法规当中 都已经有规定了 所以现在这定义可能是更明确 还需要现在这个反渗透法吗 跟选举有关的 中国时报今天在头版二题 是提到的这蔡英文的论文事件 论文的这个问题 今天倒是看中国时报 今天在那页A4整个版面 质疑小英的这论文是假论文 还有他的升等论文 昨天看到的是国民党的 打鬼军团总团长周锡伟 周锡伟昨天开了一个记者会 他就说 好你蔡英文既然觉得自己 是这么坦荡荡的话 那么为什么说 你这些升等跟论文的相关资料 要保密30年 比人家保密的时间都要长 到底是谁下令的呢 还有就是国家机器 有没有帮蔡英文在这边 遮盖名誉上的问题 请中选会应该要出面说明 周时跟联合今天A2版面 都关心的是 现在这个在高雄部分 韩国瑜这边原来的 这个霸函发动的引力呢 现在被查出说 他之前在高雄 而陈菊的任内当中呢 他曾经得到很多的标案 甚至有说是百发百中 昨天连张善政都说了 这是不是有干妈在背后 照你引力呢 还有谈到说 韩国瑜上任之后 你这个协会就不再投标了 所以韩半就指一说 新潮流或陈菊是否 到底谁是引力的门神 让他能够卡油 卡到这么多呢 好跟选举有关的联合报 今天那一说立委选举的白热化 选战这边有所谓的提告战的大爆发 因为选情胶着的关系 所以有很多什么指控抹黑 渗透 炒农地的问题 从南告到北 都用变成有这样的部署出来了 连金门都有候选人是跨海在检举 好另外看到花莲的选情 这次是一个团结的绿来对抗分裂的蓝 在蓝营的内讧 绿营又团结蓝军的分裂程度 傅宽奇现在出来要选无党籍的 这个立委的身份出来 那么这也是左右到花莲选战的 一个最重要的情形 另外昨天看到 农委会在八月份的时候说 进口的大蒜的关税 我们要调高 但到现在都没有动作 所以云林县的国民党立委候选人 张家俊昨天就带着上百名的云林农民 到立法院来抗议 说农委会根本就是欺骗我们 大蒜的进口逐年的增长 冲击到了我们国内蒜农的生计 这就是花生之乱的翻版 现在有所谓的大蒜之乱吗 还要跟选举有关的 我看到了王金平 因为现在有人喊说 郭台铭跟王金平在这选战的最后关头 赶快回家吧 王金平昨天说 我没有离家出走 我一直都在这 而且我的人马还到处在帮韩国瑜辅选 但被问到说 你会不会跟韩国瑜同台呢 昨天王金平就说 那是两码事 我有我的尊严 所以现在这个部分 王金平他并没有松口 中文时报间那一说 高雄的选前之夜 到时候会看到 1月10号 在寒冰可能会出来帮韩国瑜来站台 苹果日报间的头版头条 是他们的民调 那么今天是做民调的最后一天 明天开始就不能够公布民调结果了 所以苹果的封关民调说 蔡英文百分之四十八点六 领先韩国瑜的百分之十五点四 不这也是在韩国瑜盖牌民调之后的数据就参考一下 那么他们调整了一下内容之后 大概看起来呢 如果蔡英文这边还是百分之四十八点六的话 韩国瑜阵营大概没有那么低 百分之十五点四 应该有高一点 百分之二十一点七 这是苹果的封关民调 在联合报间头版二提示国际焦点 美国空袭伊拉克叙利亚民兵 伊朗撑腰真竹党旅 警告说美国会遭受到严重的后果 CNN说美军近来在伊拉克多次遭受到了真竹党旅的攻击 造成了多名美军受伤 这次的空袭行动是美军针对真竹党旅的第一次重大的军事报复 好 这道美军的空袭呢 至少造成了二十五人丧生 有五十一个人受伤 好 在这个国际上的财经方面一个焦点 就是有说南华早报 昨天已经说刘鹤在这个星期要到华府去 我们今天其实白宫顾问也证实说 应该是下个星期就会签署美中的第一阶段 这个贸易协定了 那么刘鹤去的时间呢 现在有说法说应该是礼拜六的时候 会帅团到美国去待个几天 下个礼拜2020年初呢 就会开始正式签署了 中时报今天那夜的两岸新闻提到是香港现在的一个经济情势 说商家现在有所谓的黄色经济跟蓝色经济圈 所谓的这黄蓝经济战的开打 怎么说呢 黄色经济圈指的就是反修理跟反香港警察滥权的黄色经济圈 蓝色经济圈就是拥护港府称香港的警察的蓝色经济圈 所以现在所谓的这个经济战的开打在香港的情势 中文时报今天那夜台股2019年挑战最高的封关记录 今天是台股2019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 经济日报也谈到说有三亮点助攻 哪些亮点呢包括了专家说呢 在融资余额攀高均线多头排列 还有外资的持股比率创高 这三亮点的助攻之下呢 集中跟贵买市场的力拼全年最高点来封关 而集中市场也有机会写下连续六年最后交易日收红的一个记录 好台股今天封关 那么今年来说应该是笑呵呵的 因为股民平均每个人可以赚个70万块钱 您真的有赚到荷包里吗 经济日报头版头条是新台股的强声冲上二字头 想往二字头去冲冲向二字头 央行改变了作战策略 只守最后一盘 昨天盘中一度是涨了1.92角 出口上的抛贵30关卡 现在面临到了严重的一个考验 好另外在经济日报谈到大陆方面推进 RCEP拼明年的11月份要签署 商务部首都透露了时间表 在六月前完成了法律的审核 还有到印度的退出问题呢 中国大陆则是强调说 我们的谈判大门永远都是敞开来的 公众时报头版头条是房市的大喷发 全年推案1.5兆元 这是创高峰反展以来的一个最大量 还有5G的竞标热度不减 直逼800亿元算政府希望能够降温 并且说可能这第二阶段的频谱 事出会提前了 不过看到最热门的频谱 现在已经比底价要高出了220%了 还是在一路的狂飙当中 最后时报今天在头版当中提到用电大户 强制装绿电 在明年2月份就要上路 如果全彩带金的话呢 估计年缴507万元起跳 还有我们谈到常说过劳死了 但是过劳如果不死的话呢 其实还是也是有问题的 因为可能会让人变笨 最后时报今天头版说 因为会造成我们主掌 这个逻辑思考跟注意力的大脑 前额夜的功能退步 换句话说 如果你太过劳的话呢 容易出现记忆力变差 忧郁焦虑变笨变迟 对这种情况必须要特别的注意 好请老板也要听一听 李耀宝今天在内夜说 低温再加上放假 下星期的流感疫情恐怕会升高 这两天的活动非常的多 那么在接下来 大家一些互动交流的时候呢 也要特别小心流感的上升 好那么这就是 今天的十分钟早报新闻了 2019年谢谢大家的陪伴 那么十分钟早报新闻 我们明年空中再会了 我是张庆林 祝福您新年顺心 拜拜 总统以及立委选举